一個擁有超多海岸線 超多城堡 超多紅路 超多啤酒 還有在聖派翠克節 喝了太多啤酒的人 他居然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第一名 但為什麼呢 另外這些國家的排名 也在全世界的前幾名 他們到底為什麼這麼有錢 他們做對了什麼 台灣又排在哪裡 哈囉我是Bonnie 我們開始聊有錢的國家話題之前 我們先來聊個跟你有關的話題 你知道為什麼你敢真的需要Surfshark VPN嗎 因為它可以讓你在上網的時候 建立一個加密的隧道 讓你可以隱藏真實的IP地址 這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開了VPN之後 你的網路活動就變得更隱密了 網路服務供應商 廣告商跟駭客 都沒有辦法去追蹤你的網路活動 這樣一來呢 廣告商也沒辦法交易你的個人資料囉 另外呢 也能讓你安全的傳送或者是接收檔案 VPN可以保護你的真實位子 跟下載的歷史 最重要的是呢 你的加密基礎也會更加安全 很多像是體育轉播網站啊 跟線上遊戲網站規定 只能讓特定的國家跟地區來造訪 VPN可以來解除地理的限制 讓你自在地遨憂在各地區的網路之中 你去到餐廳飯店或者是出國的時候 會用公共的Wi-Fi嗎 免費的公共Wi-Fi呢非常方便 但是它可能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安全 記得要用VPN加密你的線上資料 保護個人的隱私資訊 進就過年現在 有限時的新年活動 立即點擊下放資訊欄的連結 輸入優惠代碼 就能得到我們的頻道獨家優惠 另外呢還有30天的退款保證 嘗試了覺得喜歡再繼續使用就好囉 我們之前做過一支影片呢 聊說以個人身份要有多少資產 才可以擠進全世界的前段班 甚至晉升呢 全世界最有錢的1%裡面 這支影片呢造成很大的迴響 會把影片放在資訊欄跟影片的最後面 待會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資產是 落在世界排名的哪一個百分比呢 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們用不同的角度來切入 它用國家跟地區來區分說 有錢富裕的程度 我們要來看說這些國家到底做對了什麼 還是說他們先天有什麼樣的優勢 根本就不公平 美國的財經雜誌叫做Global Finance 最新的調查總結了 2023年全球最有錢的國家地區裡面呢 台灣在這個排名超越了刻板印象裡面 好像非常有錢的 比如說像荷蘭啊 德國 法國 英國 就連跟亞洲自己比喔 也超越了日本跟韓國 不過這個排行榜呢 是以購買力評價PPP來計算的 PPP呢它比較不同國家地區的實質購買力 更白話一點的意思就是說 兩個地方的民眾如果收入是一樣多的 那A國比B國的物價如果是更便宜的話 A國的實際購買力就更強 1986年呢經濟學人呢 他提了一個叫做大麥克指數的理論 因為全世界有接近120個國家都有賣麥當勞的大麥克漢堡 而每一個國家呢在定價上面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A國家可以花比較低的價格就買到大麥克 B國家得要花比較高的價格才可以買到的話 那就表示A國家的這個實質購買力是比較高的 不過這就是比較娛樂一點的說法啦 真正比較實際的做法是怎麼樣 就是應該要選一些每一個國家民眾都會用到的日常用品 比如說衛生紙啊外食啊湊成一個籃子 可能在瑞士得要花20美元買這個籃子 那美國呢你得要花10美元去買這個籃子 菲律賓你可能花6美元就可以買到 這樣就可以算出各國的相對高低值啦 那你準備好要看2023年最有錢國家的排行榜前10名了嗎 第10名聖馬利諾 他是一個非常小的國家喔 全世界第五小一個被義大利包圍的這個國中國 他的那個高低差啊是很大的一個山城 全國只有34000個國民啊 但是他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國家之一 這裡呢經濟是高度依賴旅遊啊銀行業跟製造業 他們生產陶瓷、服裝、家具、油漆、瓷磚、葡萄酒、烈酒等等 製造業跟金融業呢 佔了聖馬利諾GDP的一半以上了 那人均產出的這個水平跟生活水準 跟義大利最繁榮的一些區域是類似的 因為他的所得稅非常的低啊 大概是平均歐盟這個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國外企業非常喜歡在這邊投資 第九名美國這大家都很熟悉啦 但他為什麼有錢呢 就幾個原因啊比如說呢 他鼓勵創業的這個文化 在美國的文化裡面 失敗跟重新開始是比較不會被瞧不起的 或者是不會受到懲罰的 重新站起來是一件被鼓勵的事情 對吧很勵志的事情 你去看看矽谷有多少新創的公司是成功的 大概你就可以感受一下這個氛圍了 再來呢美國有支持創業的金融系統 它有發達的這個股權融資體系 包括很多天使投資人 都有意願去幫助這些新創產業 還有超過7000家的小型在地銀行系統 可以給這些新的企業提供貸款 再來喔美國它有世界級的研究型大學嘛 吸引全世界各地最優秀的人才 大學周邊也就出現很多 基於這個大學的研究啊 跟新創生長出來的產業 人口增長也是一個原因喔 這包含了自然而然的增長 跟國外的這些頂級技術的移民啊 更多年輕可以培養的勞動力一直在增加 第八名挪威 如果說上天偏心啊 給了哪個國家特多的天然資源 那可能就是挪威啦 因為寒冷的這個水域呢 提供了很豐富的漁業機會 然後挪威啊 它的這個河流跟峽灣可以發展水利發電 幾乎它就可以滿足全國的發電需求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 挪威它有石油啊 自從1960年代 挪威發現大量的這個離岸石油 石油開始 挪威的經濟就是以石油在驅動 即便呢 一直以來能源的價格是波動的 但是挪威人還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主權基金啊 可以靠1.3兆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 主權財富基金是什麼呢 它就是主權國家政府成立的基金 基金裡面的錢 可能是來自這個國家政府的盈餘 或者是外匯儲備 或者是自然資源出口的盈餘 國際的援助等等 全世界的這個主權基金裡面 大家印象裡面 中東的產油國跟新加坡的主權基金 好像都一直都很強勢 不過挪威銀行的這個投資管理公司 它才是全世界股票市場上面 最大的單一持股人 擁有全世界股票市場1.4%的份額 這超出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吧 第七名瑞士 瑞士出名的東西呢 非常非常多啊 阿爾卑斯3的這個景色對不對 巧克力 瑞士呢它是一個擁有870萬人口的國家 但是它到底為什麼這麼有錢呢 幾個原因喔就是 第一個 它有非常厲害的金融體系跟貨幣 瑞士它有最好的銀行系統之一 而且呢特別專注這個 不管是個人資料或者是交易紀錄都不會被洩漏 還規定說不可以去調查或者是扣押客戶的資產 所以說很多富豪都會把錢去存在瑞士的銀行裡面 那瑞士銀行呢就有很多資金 那有很多資金呢就可以去做各種投資啦 所以瑞士呢在保險業房地產還有證券股票領域都超強勢的 造就像是瑞士銀行瑞士信貸這樣大的這個金融機構 第二瑞士它是中立國 比如說你看拿破仑戰爭一戰二戰瑞士它都是中立國 拒絕參加這種勞民傷財的行為 把總部呢設在瑞士的國際機構也超多的 世界上有200多個國際組織呢都把總部設在瑞士 比如說像是國際奧委會總部WTO總部 然後聯合國歐洲總部世界衛生組織都在這個瑞士 每一年有大量的國際會議也在這裡啊 所以造就很多的工作機會 它也是很多跨國公司總部的所在地啊 比如說呢營業額很高的像是雀巢 羅氏利樂包裝都在這裡 瑞士它還有一些高價值的產業 像是金融業包含這個銀行跟保險 旅遊業還有高附加價值的這個製藥產業啊 寶石 貴金屬 精密儀器 還有手錶啊 機械 醫療設備出口 瑞士的人才教育體系呢 它除了注重科學之外也非常重視技能 它有類似半工半讀的學徒制 根據2022年的這個瑞幸全球財富報告顯示啊 瑞士的成年人裡面啊 平均財富每六個成年人裡面 就有一個資產是超過100萬美元 也就是說瑞士它擁有全世界最高的這個 百萬富翁的密度 另外呢瑞士的這個公共債務是非常少的 因為他們可以通過這個內部的儲蓄來進行融資 因為瑞士的這個出口是遠遠多過於進口的 第六名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你知道嗎大家印象中呢 這個阿聯酋的杜拜啊阿布達比 是連馬桶都是金子做的 這奢華的不得了 但是阿聯酋它過去啊 1950年代之前它是小小的漁村 靠的是捕魚跟貿易珍珠起家的啊 因為他們國內絕大部分的土壤 都是沒有辦法耕種的這個沙漠 不過呢1950年代發現了石油 這裡的命運就開始大翻轉了 1950到1980年代被譽為杜拜之父的 這個拉希德酋長 認為說杜拜有波斯灣 絕佳的戰略位置 還有基礎的這個港口設施 並且政局是非常穩定的 所以呢他決心要讓杜拜成為 地圖上面大家都知道的城市啊 這野心很大 他們大筆投資在這個基礎建設上 比如說像是海港啊 練旅場 1993年杜拜它打造了一個 沒有預算上限的 標誌性的建築 世界上唯一一個七星級的 帆船飯店就這樣誕生了 這也帶領了飯店業還有旅遊業觀光業 快速的發展 快轉到今天喔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它有 超級高度化的外來人口 有八成的人都是外國人喔 來這邊享受沒有所得稅的薪水 除了石油之外喔 非常豪華的旅遊啊 建築貿易金融 都是阿聯酋國內主要的產業 首都阿布達比它是最有錢的城市 盛產石油 不過呢阿聯酋最有名的另外一個城市 杜拜它就不靠石油 它靠的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啊 它也是國際航空上面重要的樞紐 阿聯酋航呢 每一個禮拜喔 有1500趟國際的航班 把全世界都帶來杜拜來 杜拜呢它有中東最忙的這個港口 還有free zone自由經濟區 給這個關稅的優惠 吸引了大量的外國投資 阿聯酋的發展呢 依靠的是一個長遠的布局跟眼光 現在他們也大力擁抱了區塊鏈 跟加密貨幣的領域 它也是很多區塊鏈項目選擇落腳的地方 第五名澳門 世界上呢有三大賭城 澳門、摩納哥跟美國的Las Vegas 這三個城市呢它是以賭博啊 博彩為中心 造就了龐大的旅遊、度假 跟這個購物、產業的商機 講到澳門呢 我們就要稍微來講點歷史啊 澳門它盛產的是爆竹、火柴跟神香 1970年代開始呢 紡織品、電子、玩具的出口 取代了傳統的這個手工業 美國、法國跟當時的西德 都是澳門那時候的出口大國 不過呢 這裡最重要的還是博彩業的發展 1847年澳門還是這個葡萄牙在治理啊 那當局呢宣布要把博彩合法化 葡萄牙人在1999年離開澳門 澳門正式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也是中國唯一博彩是合法的地方啊 剛好呢又遇到中國資本主義的轉型 中國各個產業賺錢了 民眾有錢就會有旅遊的需求啦 於是呢 澳門就出現了越來越多 有能力又有意願來消費的旅客 澳門因為有博彩專營稅 所以呢個人所得稅也叫做職業稅是比較低的 稅率是7到12% 那博彩稅呢 2023年的前半年喔 博彩稅給澳門政府收入 貢獻了總體收入的80.5% 很多人說澳門是亞洲的Las Vegas 但是呢你如果去比數字的話 其實早在2006年呢 澳門的這個賭場總營業額 就已經超過人家了 不過呢因為它非常仰賴外來的旅客 所以新冠疫情爆發的時候 全球的旅遊業它停滯了一段時間 那澳門呢一度跌出了 全世界前十大富裕的排行榜 在疫情結束之後呢 澳門又再度的回到榜上 第四名卡達 世界杯足球賽 2010年的主辦國呢是南非喔 他們為了這個準備賽事 花了70億美元 2014年主辦國巴西 花費了200億美元 2018年的這個四足主辦國呢 俄羅斯花了160億美元 那2022年的主辦國卡達呢 他們為了這個為期29天的 世界杯足球賽賽事喔 準備了12年 花了2200億美元 這是2018年喔 也就是前一屆世界杯足球賽 主辦國俄羅斯 花得金額的15倍以上 在準備期間呢 好幾年的這個時間裡面啊 卡達花費在比如說 道路啊 酒店啊 體育館啊 機場升級這些基礎設施 上面的這個數字 每一周是花5億美元 它是歷史上最貴的一次世界杯足球賽 一個世紀之前呢 1922年 卡達它是一個非常土壤瓶擠的小國 當時它的人口呢 只有300萬 其中大部分的居民是來自阿拉伯半島 這個無邊無際沙漠的游牧民族 海岸上線呢 也有很多這個捕魚啊 養珍珠為生的漁村 那因為資源是非常的匮乏 所以大家為了爭奪 比較適合去養牡蠣珍珠的區域 常常一言不合就開打 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 日本的這個人工養殖珍珠 開始進入到市場之後呢 卡達的珍珠養殖業就 太慘了 不過接下來奇蹟出現了 1940年代卡達出現了這個石油 從那個時候開始 這裡的經濟開始一飛沖天 目前卡達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液化天然氣出口國 天然氣的總儲存量 是全世界前三名 卡達呢 它也有全世界最大的航空之一 叫做卡達航空 它常常名列世界 最好的航空排行前三名 卡達的主權基金裡面呢 資金大多來自這個國家的石油 跟天然氣的出口收益 這一個主權基金呢 著重海外的投資 2023年的10月 持有的管理資金是 4750億美元 那他們為了吸引 國外的資金來投資啊 卡達大部分的企業稅 都是落在10% 而且免個人所得稅 大部分的外國投資卡達呢 都是在能源的領域 不過呢 為了不把雞蛋 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最近他們修法 讓外國人能夠 百分之百去擁有 當地的房地產 來吸引更多多元化的 這個產業投資 基本上呢 這些優勢的政策制定啊 還是基於本來就有的 這個能源出口 帶來的雄厚資本 第三名 新加坡 你是一個全球的頂尖富豪 如果你要移居到其他國家 你要去哪裡呢 全球百萬富豪千席報告啊 這個研究顯示呢 2023年有12.5萬的有錢人移居 那這些人呢 通常都會選阿聯酋啊 澳洲或者是新加坡 在新加坡呢 你投資就可以申請免稅優惠 跟永久居留權 經濟發展局統計 2017年到2022年 家族理財辦公室 成立的數量 從100間暴增到 家族辦公室 它就是這些 私人財富管理顧問公司 專門給超高進職的客戶的家族 提供比如說投資啊 財務啊 法律啊 會計稅務的這些服務 把家族的財富都集中起來 做投資跟這個傳承的規劃 來看看新加坡的先天跟後天好了 雖然說很多人說 他的地理位置很好啊 擁有一個這個天然的深水港口啊 然後又銜接東南亞跟全球市場 所以才成為這個重要的海峽 跟貿易停靠站 才這麼有錢嘛 但是你其實想想喔 這些周邊其他的地方 也有類似的這個地理優勢啊 所以說新加坡的成功 應該要歸咎於後天的奴隸 在二次大戰以前呢 新加坡它一直是大英帝國 在東南亞最重要的戰略據點 1942年到1945年 新加坡呢被日本佔領 之後回歸英國的管理 1963年新加坡呢 用這個獨立城邦的形式 去加入了馬來西亞 不過才兩年的時間呢 馬來西亞國會呢 就把新加坡 新加坡當時是被迫獨立 李光耀他也從當時的新州之長啊 一下子呢被迫成為了國家的總理 新加坡開始全力執行一系列的這個經濟政策 開拓海外市場 因為地理位置是非常適合港口 所以早期的這個資源呢 全力發展造船啊煉鋼 還有航運的產業 除了這樣還不夠喔 為了要跟全世界來做生意 國民的軟實力必須要同時擁有對吧 所以呢他就著重英文的教育啊 每一個人不管你是什麼種族 都必須要說英文 服務業它佔了新加坡經濟總量的七成以上 裡面呢包含了物流業啊 金融服務業還有旅遊業 新加坡它是全世界聯通性最強的國家之一喔 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區域呢 都是在新加坡 飛出去七個小時的這個飛航圈之內 讓張宜國際機場呢是成為全球最繁忙的機場之一 交通方面 然後呢相對穩定的這個政治 健全的法律開放的經濟制度 再加上新加坡它也是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 2023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 它考慮了比如說商業環境啊 金融發展還有基礎設施 人力資本生育這些因素 新加坡呢它排名全球第三 第二名倫敦第一名它是紐約 聽完這個故事呢 新加坡就基本上是一個後天努力成功 非常勵志的故事 第二名盧森堡 世界各地各種的大銜銀行在盧森堡都有歐洲總部 這蠻神奇的喔 因為盧森堡呢它人口只有60萬 其中一半呢還是其他鄰近國家來工作的人喔 盧森堡它的位置呢是在歐洲的這個十字路口 旁邊有比利時啊法國德國荷蘭 因為要跟其他這些大國合作嘛 所以幾乎每個盧森堡人都練就 至少會說三個語言以上的能力 盧森堡人平均月薪是7000多美元 不過你要看這個盧森堡的財富密碼 還是必須要看看盧森堡的歷史 在19世紀初有大概八成的盧森堡人 他是從事農業工作 那真正讓盧森堡有錢的呢 是從鋼鐵工業的發展開始喔 很奇怪吧小小一個地方為什麼鋼鐵強呢 因為1940年代盧森堡的南部發現了鐵礦 在一次大戰以前 盧森堡他是全世界六大鋼鐵生產國之一啊 當時的農民呢就轉到礦山跟工廠去工作啦 但是當地的勞工是實在不夠啊 所以又出現了很多外國人來盧森堡工作 佔了總人口的一半以上 比如說像葡萄牙人啊法國意大利人都來了 你看盧森堡的做法呢跟其他國家 發現自然資源就直接出口賣掉是不太一樣的 他把資源留給自己 成就世界上最發達的這個鋼鐵工業體系 現在他們專做這些高價值的鋼鐵產品 比如說使用在汽車上的啊 建築啊家用電器跟包裝的鋼材 2022年盧森堡排名 他是全世界第一有錢喔 但是2023年呢龍頭換成了誰 第一名艾爾蘭 但是很奇怪喔 艾爾蘭家庭人均可以支配的收入呢 比整體歐盟平均水平還要低啊 這怎麼回事呢 因為這裡貧富差距真的太大了 最高的前兩成人口收入呢 幾乎是最低的兩成人口收入的五倍 而且大多數艾爾蘭的民眾可能會說 啊我們怎麼可能是全世界上最有錢的國家 這根本就難以置信啊 根據經濟學人的調查喔 艾爾蘭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可能出現被大幅高估的狀況 因為最近呢 艾爾蘭的GDP 它似乎是飆升到一個荒謬的高度啊 GDP是每一個人超過10萬美元 為什麼會被高估呢 主要有兩個原因喔 第一個原因就是 艾爾蘭它是很出名的避稅天堂 12.5%的企業稅 跟歐洲其他國家比起來真的太便宜了 來說一下大公司避稅的秘密吧 歐洲公司的稅務規定呢 通常就是 需要實際把業務搬到艾爾蘭 才可以去享有艾爾蘭的低稅率 但是美國有一個很奇怪的稅字喔 就是美國允許 像是Google啊 Apple這些很大的公司 用各種方式 把公司的利潤去記錄在艾爾蘭之下 但是實際上呢 並沒有在艾爾蘭執行任何實質的業務 這就讓艾爾蘭的GDP是膨脹 然後又灌水超多的 第二個原因就是 艾爾蘭在航空跟飛機領域的金融操作 簡直是神乎奇蹟 一家你要快速成長的這個航空公司 你為了要增設新的航線 就要必須快速的獲得大量的飛機 那這個時候呢 航空公司就會選擇用租的 因為這樣就不用花很多前期的資本來投資嘛 或者是說這航空公司的信貸評級不夠 沒辦法從銀行借到足夠的額外貸款來買飛機 那航空公司呢可能就會選擇透過資本市場來租賃飛機 艾爾蘭的飛機租賃產業是全世界頂尖的 它的機隊呢總計超過5000架以上的飛機 佔了全球租賃機隊的一半以上 那為什麼艾爾蘭呢? 因為這個商業模式是從Ryan Air的創始人 也就是艾爾蘭裔的Tony Ryan開始的 那個時候呢艾爾蘭就因為政府的支持啊 然後專業人才培育還有低稅收的種種原因 始終都是飛機租賃的龍頭 現在其他國家根本很難跟他們抗衡 艾爾蘭呢它還是高科技出口的強國啊 出口集中在生物醫學製藥還有高科技的電子製造業 艾爾蘭它是一個很少的國家嘛 所以代表說國內市場的規模實在是有限的 所以經濟如果要成功 必然是要大量的出口 艾爾蘭跟世界上有兩個重要的經濟體關係非常緊密 歐洲跟美國 歐洲的話很明顯嘛 因為地理位置啊 然後身為歐盟的成員國的關係 歐盟裡面的外人直接投資 FDI項目最多的國家就是艾爾蘭 那你講到投資資本 艾爾蘭最大的優勢就是美國嘛 因為艾爾蘭它被稱為 矽谷跟歐洲之間的中介 美國有3600萬人的艾爾蘭裔群體啊 這是艾爾蘭本地人口的七倍這麼多 原因就是艾爾蘭呢是美國成立之後 第一波大規模的外國移民 他們的這個歷史故事 對於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的身份認同 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很多美國人呢明明就沒有艾爾蘭協同 也硬要說自己就有 如果你回到100年前問路人說 欸100年後啊 艾爾蘭會不會成為全世界最有錢的國家 很多人可能會笑你吧 然後嗤之以鼻啊 但是呢100年後 真的是艾爾蘭 所以想要問問你啊 你覺得現在有哪些國家呢 是很有潛力 很多人意想不到 但是100年後會制霸全球呢 把你的預言預測在留言區告訴我 再次感謝Surfshark VPN 贊助這一支影片 謝謝你看到這裡喔 歡迎用下面的連結到 LINE跟Discord群組 跟努力的大家一起討論 我們在OKXPN派網呢 跟其他的大交易所 都幫大家爭取到了 最高8折20%OFF的交易手續費減免 用下面的連結註冊呢 你的交易成本就更低了 也歡迎告訴我你接下來想要看什麼 我們在B圈繼續努力 下一次見 掰掰